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依依 那今天的影片呢,又是一支陪我过一天的影片啦 那我大概已经有蛮久没有录影片了吧 所以呢,不好意思一直都没有更新 那真的由于最近太忙了 一直都没有今天拍影片,因为每天都要上班 然后呢,一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就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录影 所以呢,希望你们会见谅 但是呢,今天刚好休息 我就想要来带你们陪我逛一下街 然后呢,买一些圣诞礼物 因为圣诞节说的那么快就已经快到了吧 现在已经是13号、14号了 然后呢,还有7天或者是8天就快要到圣诞节 然后呢,我到现在都还没买起我的圣诞节礼物 那今天刚好就休息 想要出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来送人的 就一次过都买了 然后呢,也带你们来陪我逛一下街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立刻进去我们今天的影片吧 拜拜 声音乐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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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现在刚逛完Downtown Summerland这一边的Alzheimer 然后呢天气真的非常的冷 我今天已经低估了今天的冷的程度 所以呢只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跟一个V-Link的真质背心就出来了 所以呢刚才在逛的时候就一直的 在冷的发抖也没有什么拍的片段 就想要说赶快逛完 就是回家之类的 那我只是在H&M买了一些自己看上喜欢的东西 然后并没有买到任何的礼物 所以呢我现在想要去TJ Max看一下 或者是Burlington看一下 有什么好的圣诞节礼物可以买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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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终于逛完TJ Maxx跟Burlington啦 只能说今天是一个蛮失败的一天 因为真的没有找到太多的圣诞节礼物 那现在的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黑 虽然现在的时间只有4点25分 但是现在的天快已经是日落的感觉 然后也是慢慢的入黑了 所以呢我觉得买圣诞节礼物 真的是要非常了解一个人 或者是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才会买得很快 要不然的话就每天出去买的时候 就想个半天也是非常累 那我现在大概会去买一点东西吃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再逛一下 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 我现在就要不要买的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地方 就是对方的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就想要不要买到这一天 我现在就想要去买了 那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 我已经洗了澡 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就在这一边想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今天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呢顺便做一个ending 那我现在已经是完全溯源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我会坐得比较远 让你们不要说看到我脸上痘痘 或者是一些炒脆的皮肤 那我就坐远一点点来跟你们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来先喝一口奶茶 那这是我今天给自己奖励的一杯奶茶 因为我真的有蛮长时间没有喝的了 所以呢今天就想要来喝一杯 那我这一家是凤茶买的 虽然不是很好喝 但是我觉得还是过得去了 它是一个乌龙奶盖 它的奶盖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喝 但是也是勉强的 喝下去 那首先来分享一下我这一袋今天买的战利品 那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就是有一些圣诞节礼物 但是呢由于我朋友是不会看我的频道 所以呢跟你们分享 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是买了什么样的礼物给他们 那首先我从上面第一颗开始拿出来 这个是在mini手买的 那它这一个是不知道买满多少钱 它就会送你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那我买了24块钱 然后呢它有送口罩 也有送那一个酒精消毒液 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他们也蛮细心的 然后呢它就 我就挑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礼物 就是一个针织的小小的pocket吧 然后我就觉得放在房间里也是蛮可爱的 那首先我想要送给我朋友的呢 这是这个很可爱的米奇化妆袋 那我朋友跟我都是一个非常喜欢米奇的人 那我看到这一个化妆袋 我就觉得对它来说也是蛮有用的 因为它很常在那个办公室上班 然后呢有很多东西需要带的 就像是那些护手霜啊 然后酒精液啊 然后就很简单的 可以把一整包都放在里面 然后就非常的可爱一个米奇的头像 然后呢下一个我买的是 这一个非常可爱的 avocado牛油果的一个毯子吧 那它应该这边打开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那个毯子拿出来 就像一个小贝贝一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头套在这一边 就坐在那边很舒服的看电视啊 或者是取暖之类的 那我个人觉得这一个很可爱 也觉得我的朋友应该会喜欢 就买了这一个来送给他们 那这一些就是我在迷你手买的 接下来就是TJ Maxx啊 有时候想要说买东西送给人家 真的非常的难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那样东西对它会不会有用 但是呢在TJ Maxx我买了这一个送给我自己 那这一个是一个洗完头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包在头上 让它快点干的一个毛巾 那我就拆开给你们看吧 既然它是我的一个自己买给自己备用的 那我就开给你们看 那它的造型就是这样子 那我就不用说用自己的洗澡的那些毛巾来包头 然后直接用这一个就可以很快速的把头发给 就是弄干 然后呢接下来我买了这一个紫色的发圈来送给我的朋友 那我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任何紫色的东西 那我看到他这一个就非常可爱 想要给他买一个来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头发放上去 然后或者是平常化妆的时候 他也是可以带这一个非常可爱的紫色蝴蝶结来化妆啊洗脸之类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也买了这一个米奇的四个不同的那个什么杯垫 那我是买给我那个喜欢米奇的朋友 然后呢他这是有这四个图案 非常的可爱 它是一套的 那我就想要买给他 然后他家里就可以添加一些米奇的工具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H&M买的啦 然后我就买了一件T恤给自己 那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米奇嘛 然后呢我看到这一件很可爱 比较复古一点点的T恤 它就是米奇跟米尼在纽约街头上面 想要拦截那一个taxi的时候 他就会呦呼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件 它的质感跟它的颜色都是非常好看 最重要的是它特价6块9毛9 那我就觉得这一件我一定要拥有 然后呢到了最后一件衣服 也是我给自己买的第一件 今年第一件毛衣吧 因为我记得我今年好像没有怎么买过 就是毛衣之类的 那我这一次就挑了一件再打折的背心毛衣给自己 那它是一个比较长款一点点 也是高领的一个背心的卫衣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